朋友们好,今天我们继续讲Hamlet 那么上次呢,我们就讲到这个EnterGhost,对不对 在这里EnterGhost 那么我们呢,现在呢,首先要来看 因为我们呢,以后呢,讲课呢,就是每一个上场的那个角色啊 那么有一个介绍,我们首先看这个EnterGhost,那个Ghost是谁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呢,准备了,以前准备了一个演员表啊 好,那么我们看这个Ghost啊 这个Ghost是谁啊 这个Ghost是ofHamlet's father the late king of Hamlet of Denmark 这个Ghost啊 Ghost呢,是Hamlet的父亲啊 那么Hamlet的父亲死掉了,对不对 the late king of Hamlet of Denmark 他父亲是原来的那个丹麦国王 那么大家注意了啊,这里有一个 这里呢,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 Hamlet的父亲,也叫Hamlet啊 那么 那么一般呢,现在我们呢,都称那个Hamlet的父亲呢 是老Hamlet 那这个年轻的Hamlet呢,就是Hamlet啊 我们一般呢,所指的Hamlet 就是指那个年轻的Hamlet 也就是我们这个Hamlet剧中的这个主角 Hamlet 那么他的父亲呢 就是老Hamlet 老Hamlet 我们以后就称他为叫老Hamlet 那么现在这个Ghost呢 就是这个老Hamlet 这首先第一点啊 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他来看 这个Anterghost呢 我们上次看到了 他有一个注解 那么Anterghost这段注解啊 这段注解呢 这个东西 在这里 我也不点了 这段的注解呢 很长的 对不对 那么 那么上次呢 我们看到啊 这段注解里面 有一个叫Fox 然后一个括号 一个影号叫Ghost points out that the costume unusual if not unique for a ghost on the Elizabethan stage might have emphasized the character association with the obsolete kind of militarism in contrast to the contemporary military uniform worn by blah blah or the other characters in Shakespeare play who are associated with with the body armor appeared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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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段注解 很长很长啊 那么 这段注解呢 我上次上级课呢 我就觉得很困难 那么后来呢 我呢 就去整理了一下 我们现在要搞清楚 几个问题啊 首先要搞清楚 这是什么 首先要搞清楚 他这里的这个Fox啊 F-O-A-K-E-S Fox啊 这个啊 是一个学者啊 这是一个人民啊 但是呢 他这个注解啊 是有问题的 他后面呢 用了一个括号 括号里面呢 用了一个引号 是Ghost Ghost就是鬼了 对不对 那么 这个呢 就confusing啊 这个confusing 我 我弄来弄去呢 我呢 没法解释 他为什么 这个Fox 因为这个Fox 是一个研究 莎士比亚的学者 他呢 points out the costume and unusual if no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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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为什么 他这个Fox 后面要跟一个括号 再加一个引号的 Ghost 这个鬼啊 因为这个Fox 他指出啊 那么他这里呢 可能呢 他呢 是Fox呢 他针对这个Ghost 指出了啊 指出这个啊 Ghost points out the costume for a ghost 好 那么我们不管他 这里我们不管了啊 这个Fox 我这里要指出啊 因为我上街口 查了一下 因为Fox啊 在别的地方 他还可以解释 一种 一种 mental mental syndrome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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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状态的那种 什么杀人的 关于 Lindia的 这么 这个东西呢 现在看来呢 不得嘎 不得嘎 那么 因为 因为我们 我后来查了一下 网上的东西 跟这个 跟这个 mental syndrome 这个是不得嘎 这里这个 Fox是一个学者 而且我在网上呢 也查到了一个 莎士比亚的学者 就是这个 叫什么什么Fox 不是他的姓啊 那么 那么 那么应该说呢 他是一个学者 他呢 指出来了 他指出来了 就是说 这个 这个鬼啊 就是老哈梅特 身上穿的盔甲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老哈梅特的盔甲 的这个问题啊 这个盔甲呢 就是说 他是不寻常的 对于一个当时 伊丽莎比亚的那个 剧舞台上面来说啊 这个鬼啊 穿的一个盔甲 是不寻常的 为什么不寻常呢 他呢 因为呢 这个老哈梅特 穿的一身盔甲 是 老的时候的盔甲 什么叫老的时候 不是contemporary啊 这里呢 就是说 首先第一点 这里呢 可以看出来呢 就是说 这个老哈梅特 他穿的盔甲 是当时啊 他在三十年以前 三十年 我们后面会看到 他三十年以前呢 跟那个挪威国王呢 打了一仗 那个时候打仗的时候 他是三十年轻 打仗的时候 穿的那个盔甲 跟那个挪威的老国王啊 两个人打仗的时候呢 是穿的这个盔甲 所以呢 这个盔甲呢 跟现在的这个 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上面 这个盔甲呢 风格呢 是不一样的 那个盔甲 所以呢 他呢 代表着 他跟一种什么联系呢 一种obsolete kind of militarism 一种过时的 obsolete就过时的 现在已经不用了 那个盔甲 等于说 那种风格的盔甲 然后呢 他呢 跟什么对比啊 跟那个contemporary military uniform worn by the sentinels 这个sentinels 就是指这个 巴拿德啊 什么马赛勒斯啊 和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那种就是哨兵啊 站岗的哨兵 他们穿的盔甲 跟这个老哈曼特 穿的盔甲 是不一样的 啊 那么 那么这个sentinels啊 这个 这个哨兵 穿的是什么盔甲 哨兵穿的叫 contemporary military uniform 啊 那么这里呢 有一个词叫 contemporary啊 contemporary就是当时的 那么这个词 有含糊的 那么什么叫当时啊 因为 因为这个剧本啊 所谓的当时啊 有好几个时间点 首先一个 你可以指什么 你可以指是当时是 伊丽莎白 这个剧本啊 哈曼特的剧本啊 演出的时候 这个当时 那么哈曼特的剧本 在演出的 在伊丽莎白时代 演出的时候 那么这个contemporary 就是跟这个 伊丽莎白森啊 stage啊 这个伊丽莎白森时代 就联系起来 也就是说 当时的伊丽莎白时代 的那个那个军帐 这个军 盔甲 这个是一个理解 那么还有一个理解 是什么 还有一个理解 是因为哈曼特 这个发生的 这个剧啊 发生的年代啊 要比这个伊丽莎白时代 因为这个 那么那么我们要来讲 好 那么我们要来讲 首先这个 我们要现在要有几个时间点 要要要要搞 现在 我以前呢 我就觉得 啊 我们只要把 我我我以前呢 只说了这个 这个哈曼特 大概的写 写 30表写 哈曼特的时间 大概在1600年 左右的时间 这个也不确定的 对不对 大概的 1900年左右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还在搞清楚 看来这个注解 我们未来要理解 这个注解 那么我们还要 我就想起来 我们其他几个时间点 要把它搞一搞清楚了 什么时间点 就是说 莎士比亚写这个 哈曼特的这个剧本 是在1600年左右 对不对 那么他这个 哈曼特的这个剧本 他这个里面 这个故事啊 他到底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 这个要搞清楚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 涉及到这个 这个这个 他里面的盔甲了 对不对 好 那么 我呢 网上呢 查到了 我们 我在这里呢 就是说查到了 我把这个结果呢 显示一下 那么 这一段 The story of Hamilton is set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14th and 15th centuries or 1300 to 1499 in and around mostly the royal palace in the Elsinore a city in Denmark 明白吗 那么就是说 那么首先第一点 就是说 我们现在知道了 这个哈曼特这个故事啊 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没有确切的时候的 它发生在 1300年到1499年 它这个时间段 有200年的这个差距 是不是啊 他就是说 这个这个东西 都是毛孤孤的 在这里看到没有啊 但是呢 我们呢 至少现在呢 我们有个概念了 就是说 莎士比亚写Hamlet呢 是1600年左右 然后呢 Hamlet这个故事呢 是发生在1300年 到1499年之间 这么一个时间段的 这个是毛孤孤 我们就知道了 对不对 然后呢 Hamlet这个故事啊 发生在什么地方 主要就是发生在这个 有一个丹麦的一个城市啊 叫Elsinore啊 这么一个城市里面的 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个皇宫 因为当时的时候 那个丹麦的皇宫啊 丹麦的皇宫还是皇宫啊 应该是皇宫啊 皇宫呢 就在这个Elsinore的 那么这个Elsinore呢 是丹麦的一个城市 那么现在这个丹麦 是不是还是有这个城市 我们现在不管它 这个我们同学们 自己可以到那个 Google地图上面去查 对不对 好像现在还叫Elsinore啊 我们不管它啊 那么当时的时候啊 丹麦的皇宫啊 就是在1300年到1499年 这么一段时间里面啊 这个丹麦的皇宫呢 就在这个丹麦的这个城市啊 叫Elsinore这个城市里面 那么这个皇宫呢 我呢 在网上查了一下 这个皇宫的名称呢 叫什么 叫Elsinore Castle 那个皇宫 他称为叫Castle 就是叫Castle中文叫 怎么怎么怎么说的 叫叫叫叫Castle 我又忘了 我以前说过这个字啊 Castle中文的名称啊 我现在一下子又忘了 这个叫做古堡 这什么叫堡 什么堡啊 叫古堡啊 古堡 或者是叫什么城堡 对 这个Castle叫城堡啊 或者叫古堡啊 不管他什么坟 是什么堡之类的啊 这种东西 对不对 好 这个呢 这就是这个Royal Palace啊 这个皇宫呢 就是叫什么 他的名称 他的名称叫Elsinore Castle 这个故事 Hamlet这个故事 主要就是发生在这个皇宫里面的 或者是皇宫的周围的 明白了 那么 那么大家现在知道了 这个时间段 对不对 好 那么那么我们现在清楚这个时间段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注解 这个注解呢 他指出来了 首先第一点呢 他父亲呢 穿的是一个过时了的一个盔甲 那么这个contemporary呢 这里呢 这里这个contemporary啊 就是说那个卫兵穿的 是contemporary 刚来我们分析了 对不对 这个contemporary就是说当时的 对不对 当时的 当时的时候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 因为他前面提到了 这个Elizabeth的时代 就是说伊丽莎白时代 伊丽莎白时代就是应该是 应该是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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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士比亚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写作的这个时代 差不多的 沙士比亚这个写作的时代 应该就是伊丽莎白这个时代 我们再查一下 我们再确认一下 我这个还得 What is the 伊丽莎白时代 Elizabethan Era 是什么? 你看到没有? Elizabethan Era 就是这个 1558 年到 1603 年 对不对? 那么 Elizabethan is the truth and the history of England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symbol was the first of the 这个 Wikipedia 讲的不对啊 不是不对啊 太粗糙了 他没有 他现在还没有讲清楚 这个到底是哪一年到哪一年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再查一下 这个东西麻烦了 这个Elizabethan Era 就是这个啊 就是 1558 年到 1603 年 就是Elizabethan Era 就是 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那个年代啊 那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是 1558 年到 1603 年啊 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啊 那么 那么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啊 我基本上确定就是说 所谓的伊丽莎白时代 也就是 1558 年到 1603 年 那个危机里面也是这么说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网站也是这么说的 那么 那么我们再查一下 这个里面也没有 稍等一下啊 我们我们现在不好意思啊 我们刚才又看到了 It is the time 也是1958 年到 1603 年啊 那么我们不查了 我们不查了 我们基本上这个定论就来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来看 那么这里呢 他呢就是说 对于这个Elizabethan 他这里呢提到这个助纪里面提到 Elizabethan Stage Elizabethan Stage 也就是说 伊丽莎白时代的那个舞台 对不对? 那么后面这个contemporary呢 也就是指伊丽莎白时代的 那么这个盔甲 他指的这个盔甲 他们穿的这个uniform military uniform 就是这几个卫兵啊 穿的这个几个uniform呢 可能就是伊丽莎白时代的 卫兵穿的那个uniform 这个是一个可能 那还有一个可能啊 这些卫兵啊 这些卫兵穿的这个 这个uniform啊 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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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这个story 1300年和14 1499年之间发生 这个 Hamlet的这个故事 是既发生的时候 他们那个时代的 应该的这个军装 明白吗? sorry 是不是 所以呢 同学们 这里呢我要指出来一下 那么到底是哪一个呢 我也不是很确定 但是呢 从这个 这个上下文来看啊 他这个contemporary啊 这个contemporary 他很可能是指 我觉得呢 他非常有可能是指这个 伊丽莎白时代 也就是 也一六 也就是他写剧本啊 这个剧本上演 上演的那个那个那个时代 那么就说 那什么意思啊 如果这样解释的话 就是什么啊 就是说 这个舞台上面 这几个卫兵啊 他们穿的军装啊 跟这个当时的 这个这个是演出的时候 这个这个军装啊 就同时代的 啊 明白吗 但是呢 那个鬼啊 老Hamlet穿的 已经是过时了的 啊 那么 那么老Hamlet的过时 到底是他穿的是什么 那么 后面呢 好像我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应该是make sense是什么 就是这个老Hamlet 他穿的这个盔甲 是他和那个挪威国王 三十年以前打仗的时候 穿的军装 穿的那个盔甲 啊 这个应该是make sense的 对不对 这个剧本就这样的啊 那么 那么至于 那么这个contemporary 如果是 你把它解释为 这个伊丽莎白时代的这个这个军装 military uniform的话 这个呢 那根据这段注解啊 你可以这么推断 因为这个contemporary 他 他这里指的contemporary 因为他唯一提到的就是这个 Elizabethan stage 就是这个Elizabethan era 唯一提到的 那么这个contemporary 应该跟他对应 这个是按照这一段上下文来 但是 但是我们 我们如果look at the bigger picture 我们如果把这个整个剧的考虑来说啊 这个呢 doesn't make sense 对我来说 我觉得不make sense 为什么 因为这个Hamlet这个剧啊 是发生在1300年到1499年之间的 对不对 既然你这个剧啊 发生在1300年和1499年之间的 那么他这个卫兵啊 穿的这个军装啊 就应该是那个时代的丹麦的那个军装 这个make sense 对不对 那么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 他那个穿的到底是什么年代的那个军装啊 这个 所以这个contemporary 你也可以是指什么 你可以是指这个 sorry 1300年到1499年 这个Hamlet这个剧本啊 Hamlet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的contemporary 对不对 那这个叫contemporary 所以这个contemporary这里是模糊的 啊 所以呢 这段诸解呢 不确定的 大家呢 想研究呢 可以进一步去研究 对不对 你要研究的话 你要研究那个那个叫什么 叫Hamlet的这个服装啊 Hamlet的这个剧本的服装啊 你要专门要研究他的服装了 对不对 好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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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 我觉得呢 这个呢 跟我们讲Hamlet的这个内容啊 比较远一点了 啊 我们就不去深究了 好吧 但是我跟大家指出来 这个地方的contemporary这个诸解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他没讲清楚啊 什么contemporary 你到底是什么年代的衣服啊 对不对 这个military uniform啊 对不对 你要讲清楚啊 要不讲清楚 我们现在就 就就就跟着他这个诸解 我们就就晕头转向 对不对 这个很明显的 对不对 你们可以自己去念 对不对 这段文字念下来 你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他讲的不清楚 对不对 好 那么那么我们也没没办法 对不对 对不对 好后面还又有了 再看下去啊 All the other characters in Shakespeare plays who are associated with 好 那么这一段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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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放大一点 啊 这个放大了也没有用啊 这个放大了也没有用 那么 好 这个 All the other characters in Shakespeare plays 看到没 就是说所有的那个莎士比亚的 啊 这个东西啊 不灵不灵 还是还是回回来回来 啊 那个 就是说莎士比亚所有其他的戏剧啊 所有其他戏剧里面的角色啊 他们呢穿的那个盔甲 那就是说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armor appear in a place set in the past 那么这句话 他这句话两页了 我们没办法 我们现在没办法把它 把它弄到意义上面来啊 这个我就不动了 那么 好 那么那个呢就是说 他什么意思啊 就说莎士比亚其他的所有的那些剧本啊 其他所有的剧本啊 除了哈梅拉特 而且莎士比亚写的其他的所有的剧本 那个里面的人物啊 如果世界上穿筷甲的话 那么他呢在那个剧里面啊 就是说什么 那个 appear in place set in the past 就是说 这个 他呢就是说这个剧本啊 是 是在过去的 明白吗 就是说 就是说 都是在过去的 什么叫什么意思啊 那这个过去是指什么时代 不管是什么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 还是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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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 war of the the war of the roses 那个时代 那个 the war of the roses呢 也是在 一世纪几年发生的 我查了一下 这个 这个 玫瑰战争啊 英国 好像玫瑰战争是英法打的 对不对 一百年的那个玫瑰 好像是一百年啊 打了一百年的这个玫瑰战争啊 这个 这个叫 the war of the roses 那个那个 那个战争啊 好像在一世纪几年发生的 那么也是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但是比较写这个剧本的前面 所以呢 他说呢 都这些盔甲 等于说当时他们穿的盔甲 都是都是在过去的 就是说 都是过去的盔甲 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这句话呢 跟前面这句啊 可能是对比的 就是不一样 就是说 在哈姆勒特里面啊 他的卫兵啊 穿的是什么 穿的是伊丽莎白时代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军装 但是呢 所有其他的 莎士比亚戏剧里面啊 那个演员啊 穿的盔甲 都是在古代的 不管是在古希腊罗马 还是那个 都是穿当时的那个 那个盔甲的 啊 就是说不是 不是穿那个 伊丽莎白时代的 伊丽莎白时代相对于 莎士比亚来说 是当代 对不对 跟他是同时代的 对不对 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基本上就这个意思啊 那么我们看下去啊 后面 Modern productions usually make use of spectral lighting 那么我们查一下 什么叫spectral lighting啊 spectral 这个spectral好像 spect spectral 哦 就是鬼啊 spectral 是鬼的形容词啊 他呢 就是说 现代的这个表演啊 现代的表演呢 使用了什么 就是像鬼一样的那种灯光啊 就是说音乐啊 就是说 象征着鬼的那种 那种 那种效果啊 spectral effect to enhance the appearance and disappearance of the ghost 啊 然后呢 他说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ghost originally ascended through a trap door 啊 like the spirits in Georgia blablabla 好 那么这句话呢 就是说 阿蘇说有可能啊 有可能一开始演这个 Hamlet的时候啊 他呢 这个鬼呢 是从一个trap door 舞台上面的一个trap door trap door trap door就是舞台 舞台上面的一个门啊 对吧 这个门呢 是在舞台上面的 等于说 然后呢 他打开这个门呢 这个人呢 就可以从这个舞台的下面呢 升上来的啊 这个叫trap door 然后呢 他说一开始的时候啊 这个鬼啊 可能是从这个舞台的这个trap door trap door里面啊 来升上来的 但是呢 But as Jenkins says Jenkins是一个学者啊 很有名的 应该说 因为 因为我们这个注解啊 我们以后会看到啊 他会经常会提到这个Jenkins 啊 那么那么 那么Jenkins肯定是一个 莎士比亚的这个权威了 对不对 经常引用他说的 对不对 好 那么 Jenkins说了 Jenkins说了 他说什么 The dialogue suggests the movements across the stage 啊 好 Jenkins的意思是说 他说他们的资金的这个剧本里面的对话 他说呢 他是有一种味道啊 他说这个对话 里面好像隐藏着这个什么 隐藏着这个暗示着什么什么 暗示着这个鬼啊 在舞台上面是运动的 走动的 明白吗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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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 Despite the arguments in favor of the trap Advanced b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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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host used one of the doors at the back of the stage at London 啊 那么他说尽管啊 尽管呢 就是说 In favor of the trap 就是说 那个那个格尔和那个Aikikawa Aikikawa两个也是肯定也是学者 对不对 他们呢就是说觉得呢 是应该用一个chap 等于把它升上来的 但是呢 他说 伦敦的那个表演啊 2000年 那么我们大家知道 这里啊 我们经常会看到 London Globe in 2000的那个表演 那么我们我们 我觉得这个表演是非常经典的 那么他呢就经常引用啊 这个是现代的这个表演 对不对 舞台的表演 他呢说呢 他那个2000年 London Globe的那次表演 他们用了什么 One of the doors at the back of the stage 啊 他们呢用了什么 在那个舞台后面的一扇门 而不是舞台中间的那个门 啊 舞台中间的门跟舞台后面的门是不一样的 你舞台后面的门出来呢 等于说呢 那个鬼呢 是会移动的 他会走动的 对不对 那么那么那么 好 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这个意思啊 啊明白吗 那么这一段注解啊 非常的困难 对不对 你要读懂他也非常困难 并不是我们不认识字 或者说我们我们对这个语言不行 而是我们背景不够 明白吗 就是说 关于哈姆勒特这个 这个这个 老哈姆勒特这个盔甲 还有这个 莎士比亚的这个 戏剧里面人物的服装啊 我们不熟悉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搞得晕头转向 再说呢 他这个注解啊 也不是很清楚描写的 对不对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那在这里我 你们可以把这个 你们看士兵的时候可以暂停的 对不对 暂停了以后 你就可以研究 你们可以自己去研究这一段话的 对不对 不用我来说 对不对 我呢本人呢觉得呢 有点困难 有点困难 那么当时呢 至少呢我们现在呢 大致我的认为啊 那么我讲一下我的观点 我的观点呢就是说 这个老哈姆勒特穿的盔甲 毫无疑问 我们应该把他认为是什么 他当时的时候跟那个 那个那个老的那个挪威国王 他那个时候打仗的时候穿的那个盔甲 这个一点make sense 应该这样 而且应该是这样啊 对不对 那个老哈姆勒特穿的那个盔甲 是应该这样 那么那么至于这几个少兵啊 他们穿的那个军服啊 那个制服啊 那么我觉得呢 应该是 要跟什么 跟1300年到1499年的时候的那个那个制服啊 要要要对应 对不对 因为这个故事居然发生在1300年到1499年之间嘛 那么你的制服当然应该穿那个时候的制服啊 不应该穿伊丽莎白时候的这个这个这个制服啊 对不对 这个也make sense 对不对 那么 那么他这里因为 那这是后面说了 他说其他的所有的这些莎士比亚的戏剧啊 他那个演员穿的那些盔甲都是以前的 都是古载的 那那就是make sense 对不对 就不管是古鲁马古希腊的 对不对 如果他比如说啊 莎士比亚写过那个Julia Caesar 对不对 凯撒 凯撒大帝的 他有一个剧本的 那他里面的那个军装啊 或者盔甲 那肯定穿的就是 他这个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Julia Caesar里面的那个军装啊 或者说那个盔甲 那就是都是古鲁马的军装和盔甲 啊 而不会是伊丽莎白时代的 啊 明白吗 这个你 你这个 你这个表演这个戏剧啊 你穿的这个制服啊 要跟你这个故事啊 要对应起来的 对不对 你故事发生什么时候 那你的制服应该是 这个make sense 所以呢 我就觉得他这个注解啊 不make sense 你知道吗 明白啊 啊 那个contemporary 这个词啊 他因为他这里提到了 既然提到了Elizabethan stage啊 那么你这个contemporary啊 那很容易就就就被 被被误解为 这是Elizabethan这个 era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military uniform啊 那那那那就 doesn't make sense啊 对不对 明明这个故事发生在1340 1300年到1499年之间 对不对 你怎么好穿上 一个Elizabeth时代的那个服装呢 这个这个 doesn't make sense啊 那么我们这一段注解啊 就到此到此 讨论到此 我们已经讨论够长的了 对不对 那没办法啊 我们我们现在没办法啊 好那么 我们要仔细 要严谨 所以呢 一定要把它 能讲清楚的 尽量把它讲清楚 好后面 马赛勒斯说了 好那么我们 后面看马赛勒斯说什么 马赛勒斯说了 就一行 台词 对不对 peace break the off look where it comes again peace 这个peace就是安静了 大家不要说话 对不对 peace break the z 这个z就是你们啊 break the off look where it comes again look where it comes again 好那么 这一句呢 没有注解的 啊 没有注解 那么我们看这个 online Shakespeare 怎么说的 online Shakespeare peace break the off look where it comes again 然后呢 就是说 他的翻译是什么 quiet 啊 shut up 啊 quiet break the off 他翻译成 shut up it's coming again 啊 where it comes again 啊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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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ace呢 我们都知道了 peace就是quiet 那么现在呢 我们呢 也知道了 就是古人啊 你你你你你你 你用的感叹词是用peace的 quiet quiet 然后呢 这个break the off啊 就是shut up 哈哈 那么那么我们查一下 break off啊 break off 有没有这个这个是不是有成语 应该这个成语啊 break off啊 我们看看有没有break off啊 有没有这个叫shut up的意思啊 我们要查一下对不对啊 那这里break off有的 to separate become separated to stop suddenly as in speaking 啊你看到没有 to stop suddenly as in speaking啊 to discontinue relationship to cease 你看到没有 他有一个就是stop suddenly啊 as in speaking啊 等于说你们就闭嘴啊 啊 就是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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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从这个我们网上字典的那个那个注解来看啊 这个break the off啊 就是shut up的意思啊 明白吗 那么好 那么我们来看啊 peace安静啊 shut up啊 对不对啊 然后就是brek the off就是shut you up 啊 那么那么后面是什么 后面是那个勿克 看啦 这个lookкам他是提醒来的 Where it comes again 啊 他又来了 那麼那么 啊 LOK LOK WHERE IT COMES AGAIN 那么你们看他呢就是又来了 就是又来了 Weird comes again就又来了 这个就是说 我们这个现代莎士比较说 It's coming again It's coming 那么我们看Bernardo说了 Bernardo说了 In the same figure like the king that's dead In the same figure like the king that's dead 这一句不用解释了 这一句很很现代的 对不对 In the same figure 这个好 那么那么我们看 这个same figure有一个诸解 我们看一下 Same figure identical shape appearance 在这里 Sorry 这个东西 highlight比较困难 在这里 Same figure就是identical shape appearance Same refer to the likeness to the king or to the previous appearances of the ghost 那么 那么这里呢 他说这个same 也不是很清楚 他可能是指那个 跟那个 老 老 老Hamlet 可能他是指那个 老国王 也可能是指什么 他们前两天看到的 那个鬼 对不对 这个same 这个make sense Same figure identical shape appearance 那么 好 那么我们回归这句 看 In the same figure like the king 好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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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这个呢 这一句啊 这一句啊 这一句我觉得他的注解啊 好像 好像有点这个 因为我们这么念上去啊 因为后面呢 他有 like the king that's dead like the king that's dead 那么 就像那个死去的国王啊 他已经说了 像那个死去的国王了 那么这个same呢 这就是指指国王了 对不对 same就是跟那个国王一样了 而不会是那个 他们前几天 只看到的ghost啊 这个里面呢 怎么说啊 这个 这个就是很微妙的地方 同学们 这个是语言里面 你要理解语言 非常微妙的地方 就在这里 你如果把这个 like the king that's dead 你如果把这个联系起来啊 这个same啊 应该是指这个same as the king 对不对 the same as the king 对不对 就像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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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去的国王啊 那个figure啊 对不对 这个same 指的是那个死去的国王 而不是指上两天 看到的那个鬼 对不对 但是 但是 我这里要说 这个就是说 这个注解 sorry sorry 这个注解啊 这个注解啊 就是same as the figure same figure 这个注解 这个same啊 could refer to the likeness to the king or the previous appearance of the ghost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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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编辑啊 他呢 有点咬文嚼致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点咬文嚼致了 为什么 如果你孤立的把same figure 把它孤立出来 看的话呢 他说的没错 这个呢 可能这个same是含糊的 但是呢 你如果把这个东西呢 跟这个 这个后面的这个 这个 like the king啊 that's dead啊 如果把这个联系起来看的话呢 我本能感觉啊 他应该是指那个老国王 same as the king 而不是same the ghost we saw before today's before 或者说we saw we saw before 对不对 那么好 那么 那么 那么同学们 我呢 讲给同学们听 对不对 让同学们呢 自己去 评判 对不对 因为说实话 我的英语水平 我认为啊 我估计啊 我估计啊 我的英语水平 总不会比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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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莎士比亚的 这个编辑的水平高吧 不会的 对不对 人家 首先一个人家是母语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人家专门研究 莎士比亚 研究了几十年了 明白吗 我是 我是现在刚刚才开始 在看这个哈梅了 对不对 那那那那 那不是一个 一个数量集的 对不对 但是 我这里要说 但是 我的一些看法 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对不对 这个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 看了 对不对 我说的东西 有没有道理 你们来评判 你们听到我的视频 评判 对不对 这个 所以呢 我觉得呢 我讲这个 这个这个哈梅了 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啊 会讲一些 我会讲一些观点 甚至于跟这个编辑也不一样的 供大家参考 对不对 这这个 而且呢 我讲的不是胡说八道 不是没有一点也没有根据的 明白吗 好 那么我们不说了 看下去啊 这个是本来都说的 后面 马赛勒斯说了 马赛勒斯说 他也说了一行啊 Thou are scholars Speak to the Horatio 那么看到没有 我前面说过了 这个马赛勒斯啊 他要Horatio跟那个鬼说话 原因是什么 他说 你是一个史高 等于说 你水平高啊 你跟他说话 明白吗 Thou are Thou art 这个art就are 这个古语 我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我不能说 Thou art Thou art scholar Speak to it Horatio 那么他有一个注解 我们看一下 马赛勒斯 马赛勒斯 Makes the conventional assumption 那这里啊 这四十一啊 马赛勒斯 Makes the conventional assumption means that A A Ghost Cannot Speak to Until Spoken to And B An educated man Perhaps One who speaks Latin Will be better equipped To make this Attempt 这一段就明白了 就是马赛勒斯啊 说这句话 他有两个原因 商品啊 Convention 这是传统的一个商品啊 这传统的认为 他这么认为 首先第一点啊 一个鬼啊 当时的时候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当时的时候 人们啊 都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你这个鬼啊 你一定要先跟他说话 然后他会再 才会跟你说话 那个鬼啊 是不会主动 跟别人说话的啊 这是第一个 Conventional assumption 第二个 Conventional assumption 是什么 这个B啊 就是说 要有一个 有文化的 最好啊 最好呢 就是有一个人呢 会讲拉丁文的 对不对 那么你呢 就是说 跟他说话呢 比较好一点 这个就是 当时的时候 Conventional的 当时的传统 大家都这么认为的 对于鬼啊 你要跟他说话 最好呢 你要有一点水平 有一点文化 那么 这个很有趣啊 所以呢 同学们 我们在念这个 莎士比亚这个剧本啊 你看这个注解啊 有的时候 你也看到 有些事情很有趣 对不对 比如说这句句子啊 这句句子 他就说明了 当时的时候 至少就是说 在莎士比亚的 那个时代 对不对 他的一个传统的 那个人们啊 这是怎么个 对于这种鬼啊 是一个怎么的 一个想法 我们这里就知道了 对不对 这个东西 我们平时 我们现在人 是不知道的 对不对 当时的时候的人们啊 对于这个鬼 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 当时的人认为呢 你首先一个鬼啊 你要先跟他说话 才会不会跟你说话 对不对 第二点呢 你最好呢 有文化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 我们就知道了 很多文化背景的东西 这个就涉及到什么 社会背景 因为这个conventional 就是指社会的背景 人们当时都是普遍是这么 这么认为的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 那么Bernardo说了 Bernardo说了 Looks are not like the king Market Horatio 那么这一句啊 这一句呢 里面呢 就是说 他这一句 肯定问咱们 难道他不像一个 不像那个老国王吗 Market Market你注意了 你看 你看仔细了 等于说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我们查一下 Looks are not 这个EPA啊 这是什么玩意啊 我们看一下 He啊 这个EPA就是He啊 那么那么好 那么那么 这个呢 又是古语了 对不对 这个我们念R 现在先念他是R 对不对 这个R就是He啊 那么我们看 这个注解啊 到这里啊 这个注解就是EPA的注解 这个EPA就是He啊 那么我们来查一下 好吧 我们不查 这个毫无疑问 是古语 不用查了 这个我们不浪费时间了 A colloquial form coming in the Middle English 你看到没有 它在 Middle English里面 一个口语啊 非常 常见的一个口语啊 就是R EPA 就是He啊 especially in the South and West of England which occurs frequently in Q2 but only once in the F1 Hope notes that Shakespeare's linguistic roots in this dialect makes him one of the final citations for the usage in the OED but that the form is highly unstable textually and liable to to be changed to He by scribes and composers 明白吗 这一段什么意思 这一段就是 这个是中古英语啊 Middle English里面的一个常见的一个口语的形式的 这个He就是R 然后呢 他说呢 这个呢 在Q2里面是经常出现的 但是呢 在F1里面是出现过一次 然后Hope指出来啊 他说 莎士比亚的语言的那个根啊 在这个地区的这个语言的根啊 等于说莎士比亚在这个 在这个英国南方啊 英格兰的南方 and West of England 在这个地区的那个根啊 makes him one of the final citations for the usage in the 就是说 使得呢 莎士比亚 就是说 在那个牛津字典里面啊 他们呢 都会引用啊 莎士比亚的东西啊 作为当时的时候的 那个地区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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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言 这个这个明白 Border form is highly unstable 但是呢 这个形式啊 这个R 它是不稳定的 不稳定的 然后呢 很多人呢 都会把它改成黑 明白 就这意思啊 那么明白了 这个就是 he啊 looks he not like the king 那这个是一个疑问句啊 反应疑问句啊 难道他不像 反应疑问句啊 应该是 looks are not like the king 然后是market 我们看看这个注定 market is observed closely 看到没有啊 看仔细了 market就是observate closely 看到没有啊 看仔细了 那那同学们 那这里啊 我我我这个market 我前面没看过啊 那明白吗 说实话 这个呢 我呢 这个呢 也就是说 这一段啊 前面这一段 就是hamlatt 我以前呢 做过视频 但是呢 后来我觉得 当时做的视频不好 后来我就 全部把它都删掉了 现在我是在重做 那么肯定当时的时候呢 我我们也 我也讲过这个market 肯定要碰到的 对不对 但问题是我早就忘了 我记性不好 我很多讲过的东西 我过一段时间 因为有一段时间了 我早就忘了 所以呢 我对于我现在来说啊 我这个market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我呢 就猜了 毛孤孤的猜他呢 market呢 也是就是说 你仔细看了 看清楚了 明白吗 那么这种啊 这种呢 就是你的语感 就是说你念英语 念的多了以后啊 你就有这种语感 就是毛孤孤的呢 你就知道他什么意思 明白吗 所以呢 这是最终啊 你要提高英语啊 你的最终的办法 你就是要多念 多读书 没办法的 读到一定的程度呢 你就有感觉了 你能毛孤孤了 对不对 一般呢 你开始做学英语的时候啊 你是没法毛孤孤的 你你你你 大概的意思 你根本就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学英语学的多了以后啊 哪怕很多东西 你不知道 哎 你也能够估计 拆错过八九分呢 啊 也差不多了 明白吗 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啊 那么我们下面看 下面horatio说了 后面 horatio说了这么一句话 叫most like it harrows me with fear and wonder 好 那么这个most like 这句话呢 也很简单 不用解释了 对不对 most like是非常像 应该是非常像 most like 然后it harrows me with fear and wonder harrow啊 那么我们查一下 这个harrow有个注解 什么叫harrow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注解又这么长啊 这个注解都这么长 那么这个harrow啊 and OED records these as the earliest example of the transferred use OED also implies that there's no direct connection with the harrowing of uh harrowing of hell where harrow derives from to harry but given the context of Shakespeare's usage there might be a link in his mind 那么这一段 这一段的什么意思 这一段的意思就是harrow这个词啊 它是指这个比喻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个harrow这里是等于是折磨啊 等于是折磨的意思 那么那么那么它是从农业来的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这个harrow啊 它有一个解释啊 它是一个农业的农作物的工具啊 就是说那个那个耕田呢 你要播种的以后 以前啊 你要把这个土打碎的 对不对 你把这个土打碎呢 他们用一种 英国人用一种工具把它打碎 那个工具就叫harrow 就是说 break the ground after plowing啊 好 那么那么那么这个harrow呢 就是说啊 那么我对农业不是太懂啊 他根据他这里的意思啊 你呢 现在要plowing 什么叫plowing 这个大家知道的 就是用一个牛啊 然后呢 有一个 我们中国是用牛 老外用什么 我不管了 我不知道 用牛 那个牛后面有一个玩意儿 对不对 然后呢 他的那个牛呢 在那个田里面 把这个土呢 在这翻起来的 那么一个工具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叫plowing 对不对 那么这个plowing以后呢 那就要harrowing了 那就要用那个工具 另外一个工具 叫harrow那个工具了 那个工具是什么 就是说你把那个土 翻起来了以后啊 你得把它打碎 大概是这个作用啊 我猜啊 大概 因为那个土 要把它打碎了 你这个种子 打进去 大概就好一点 我不知道 这个make sense make sense 对不对 好 那么他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harrow这个折磨啊 这个比喻是从这里来的 这个粗粗在这里啊 然后呢 他说那个建脚 牛津的这个字典 牛津字典里面呢 他说他另外还 指出啊 好像这个harrow 还有另外一个粗粗来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connection with the harrow harrowing of hell 就是说那个 那个地狱里面的什么玩意儿 那个harrow 就是说地狱里面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harrow啊 就是他的粗粗是什么 是harry啊 是骚扰的意思啊 啊 明白吧 是harry 那个粗粗是另外一个粗粗 等于说 啊 那么好 那么 问题在这里 这个牛津大字典呢 他说呢 这个呢 这个harrow 现在这个harrow的粗粗啊 跟这个harrow呢 是没有联系的 啊 明白吗 但是呢 他说呢 这里啊 莎士比亚在他的脑子里面 有可能跟这个harrow啊 有联系 等于说 他当时用这个词的时候啊 他可能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 想的是那个地狱的那个 那个这个子母啊 明白吗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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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是编剧在在在在在 在说 对不对 至于莎士比亚当时脑子里面 到底怎么想的 谁也不知道 那么 那么 这一段呢 那么那么这个编剧呢 就讲给大家听 让大家知道一下 你们也知道一下 那么 那么那么 反正就是 这个harrow harrow就是应该是折磨的意思 那么我们 我们查一下 harrow 我现在我们里面也有的 这个harrow 对不对 这个蛮有意思的 对不对 harrow啊 那harrow名词 a farm implement 这个玩意啊 然后我们动词来看 这个动词呢 这个后面是动词 to break up a level 把它打碎 对不对 然后to inflict a greater discord 折磨 对不对 就折磨的意思 harrow 把头打碎了 那么就是折磨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们学英文 学英文 都是很多都是联系的 你要把头打碎了 那就是折磨 对不对 像这种联系 同学们学英语 你要习惯 那么我们中文里面 有没有这个语言里面 有没有这种联系 我现在不清楚 我对中文的研究 比较少 我比较少 好像 虽然中文是我的母语 但是呢 我对他没有研究啊 所以说中文里面 把这个头打碎了 是不是也是 也有折磨的意思 好像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好像我没有感觉到 有过啊 那么英文里面呢 就有这种乱七八糟的联系 那这种联系呢 你学英文啊 你叫什么 你叫习惯 对不对 你要有想象力 对不对 这个呢 对于你记这个英文单词 也有好处的 对不对 你记英文单词 比如说你 你记住这个Haro 如果你记住 它是个名词 它是一个农业上面的一个工具 去打碎那个土的那个工具 对不对 然后呢 你知道那个联系了 那么你就大概也能猜出来 啊 它是折磨的意思 啊 毛咕咕了 就是毛咕咕啊 又是毛咕咕 好 那么我们 我们后面再看下去 那么我们现在讲了多少时间了 讲了五十八分了 那么我们再讲一句啊 Bernardo说了 It will be spoked 什么叫 It would be spoked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说 而且他就讲了这么一句 后面是马赛勒斯 那么Bernardo说了 因为Haro 说了 这个让我感到害怕 对不对 太像了 对吧 让我感到害怕和惊讶 惊讶和害怕 对不对 然后他说 那个Bernardo说什么 Bernardo说什么 It would be spoked 然后呢 就是说 这句话 这个鬼 这个鬼想要让你跟他说话 看懂了没有 他是被动的 B spoked 那么大家知道了 这个spoked 这个spoked 在现代英语里面 是过去时代 他的现在风词是 叫spoken 对不对 那么毫无疑问 在古英语里面 他的过去风词和那个过去 都是spoked 应该是这样的 明白吗 所以spoken 他有没有这个过去风词 有没有spoken这个形式 我们不去管他了 对不对 说不定有 说不定没有 对不对 这里呢 他是一个被动语态 It would be spoked 是一个被动语态 对不对 那么这里的 我的是什么 那个鬼想要 我的 他想 他想让你 他想你跟他说话 明白吗 因为前面说了嘛 这个鬼是不能够先说话的 对不对 不要你说了话以后 他才能说话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Bernardo呢 好像看着他那个鬼的那个表情啊 好像他想啊 他想说话 那么他想说话 那你一定要他 那他就是说 他想你跟他先说话 然后他才回答你 大概是这个 好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来看这个online Shakespeare 他怎么说的 在这里 It would be spoked to 看到没有 现在的翻译是什么 It wants us to speak to it 对不对 大家明白了 他那个鬼啊 想让我们啊 跟他说话 It wants us to speak to it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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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It would be spoked to 这个大家现在就明白了 对不对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呢 就 讲到这里 对不对 那么 下一次呢 再讲 对不对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